大冒险的那种真心话吗? 一轮问一个问题吗? 一轮问一个问题吗? 还是什么? 啊?什么? 什么? 一轮问一个问题吗? 还是什么? 就是一直问,票多,问票少的,一直问! 就是一直问! 来,我来问,咱先简单的开始吧,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? 呃,A字开头的那个软件,现在叫翻卡上就知道 来,你问我吧 我陈驴也啥呀? 哎呀,我看过陈驴直播,因为我认识小新他们 很早很早以前,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陈驴,上一次那种意义的吃饭是什么时候? 很久了,四五个月前吧? 谢谢,谢谢鸭叔的爱我,谢谢朋友 好,大家给我上到我机台,然后我还可以问是吧 那可是,呃,是跟朋友还是? 谢谢沙华,谢谢千止赫,好,到我们俩,到我们俩 是跟朋友,还是之前不认识的人? 嗯,那个认识了,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人 哦,现在关系怎么样了? 现在就是,嗯,现在没联系了 为什么没有联系了,是因为表现的不太好吗? 呃,因为,呃,没感觉了 哦,是他没有感觉还是你没有感觉了? 你还说你不会问这很会问吗? 没有啊,没有啊 都互相,互相没感觉了 哦,所以说现在,现在你就是,呃,那他之后有没有再接触呢? 呃,他有,有,有,有在找过我几次,我不太想回应他了 哦,是个主播吗? 呃,不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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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个,嗯,不,不玩,不玩网络的人 哦,那他知道你,他知道你很火吗? 他,他,他,哈哈,他,而且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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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一开始不知道,后来知道了 哦,后来知道,他现在有后悔了吗? 谢谢,那我不知道,那我不知道他后不后悔 哦,最长,最长的一段恋爱是什么时候啊? 老师们,救救我,呃,我应该没有谈过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为什么?就是,你,你很好啊,你也很好看 因为太,就是,呃,就是,嗯,很多都是那种,他们就觉得我太好了 觉得我那个什么都说我太好了,然后就跟我,就不想跟我在一起 哦,就是你老师被发好人牌,就不想过,也想过是自己的原因吗? 我,我有,我有想,我有想过,我觉得就是我的,就是我的原因 玩过最野的吃饭的方式是什么? 沙发,真的是最野的,我发誓觉得是,就是,因为我们玩的不花,就是沙发,就是沙发 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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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呢? 因为,因为现在是,我在问,麻达你呢?你玩的最野的方式是什么?是,是,是什么方式啊? 呃,谢谢点点,呃,玩的最野的? 呃,那个浴室吧? 是,哦,吃,吃饭的,吃饭的最常力是吃了多少? 大概,我知道你肯定不记得了,大概 十分,十分钟左右吧,因为我不是很那啥 哦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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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爱吃,还是对方不行啊? 你不爱吃啊 我跟你说以前我也是的 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比你搭 是就是 你是心里没有放开 真的 你们两个是认识了多久以后 在一起了吗 还是那个对 在一起了吗 是你后面的后面 后面那个 哇你真的还蛮久的 就是在一起之后才去 哥拉 对 应该应该做啥 他做就是 蓝尾 蓝尾 我们刚才以为可以数的一个小数 然后之类 应该是认识之后三个月吧 现在是有刁明宝宿来的抖音一号 这样我可以问他瓜哥问吧 然后请 问吧问吧 你们俩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好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你有没有吃过你 不是 有没有浅尝过你老公 嗯 牛奶 奶 奶 谢谢欧送的 不是你问的是我 你问的是谁 你问的是他吧 他是我 嗯 对啊 你老公啊 小 他不是你老公 哦哦哦哦哦 雷尼 他他叫灰灰 我可以叫他远 呃远远 我年纪比较大 好大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比我们小 嗯 我是95 我来看见 看见 猜年龄是吗 猜一下 我猜 他是 三年 猜一下我们的年龄 哈哈 更大 哈哈 哈哈 嗯 哎 你先猜我们俩谁大 年龄 你觉得我俩年龄是大 嗯 嗯 嗯 合适吗 合适 合适 看你跟我想什么一样 哈哈 嗯 我觉得是右边呢 小 小 哇 哇 哇 眼光真好太窜了 哈哈 他是96的 我是95的 啊 啊 那我们都年纪很大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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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玩一点什么玩 这是我们第一天那个PK直播 我们刚才PK的成绿 然后就是 你是我们PK 你是我们年的第二 第二 哦你们进 开播是吧 对对 好吧 那我好想问问题啊 怎么办 那就你们出了问你们三个问题 为你们三个问题 好 好 那我们说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问不出什么问题 我感觉看他们样子也是比较清水的那种 大家都走比较清水的路线 圈内听过一个东西叫 叫叫语言文学 哈哈哈哈 啊 然后吓到 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家那个那个你们家那位那位的就是那个钢笔 你满意吗 哈哈哈 你满意吗 哈哈哈 你满意吗 哈哈哈 就是你们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就是前期的一个准备是 就是会比较温柔吗 还是说比较直接开始唱那首歌 直接就副歌了 还是直接就比较强烈的那种感觉 你们副歌是什么 是循序渐进还是直接就高 副歌 嗯 我们因为我们我们唱歌的话一般都是在早上 就是因为我们晚上就有点累 因为我们也不是全职播主 所以说我们白天可能就是会比较累 晚上的话就在深圳很卷的地方就想睡觉 然后早上的话就就如果经历比较好的话就就放声歌唱 对就可以放声歌唱 嗯 那是那个这样的那种歌声还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很舒缓 就是有起伏的 还是说我们唱歌讲究一个起伏是有起伏的 这种先舒缓的 然后就 啊呀 先唱那种舒缓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进入副歌就开始 懂了懂了 那那那这首歌的结尾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比较比较悲悲悲壮 不是不是不是 是比较是 那个最后最后的结尾是比较那种就是 那种就是 蹦发的还是那种就是 我已经开始抖了怎么办 出缓的那种 最后就开始是有活力的那种 哦 这边有活力的歌声 活力的 派歌派歌 我们唱完歌 然后呢就最后去休息的时候嘛 就是我们肯定要去下台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要送的烟花 大家快来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救命啊 就是是谁是哪位工作人员去清理那个舞台的那些烟花什么东西 这次上天之梦 清理舞台 你打烧舞台 打烧舞台的话 一般我先去 洗澡 一般 一般 一般你先去休息一般他先去休息 让我们再休息一下 对 他没有我们我先去清理一下 他继续休息 好 用舞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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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世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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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